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天邀請趙教授繼續跟大家分析一下國際局勢 趙教授, 不如跟各位觀眾打聲招呼吧 各位觀眾, 大家好, 井仔好 趙教授, 你好 今天我們又是會去分析一下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局勢問題 但我們這一檔的節目不單止是分析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問題 當中所衍生的一些, 例如英國和中國的問題 上幾集都跟大家說過的馬島問題 這些原來全部都是和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局勢息息相關的 所以今天就會一次過拿來一起說 不過在說這些之前 我們當然要再關心一下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情況 趙教授, 我又想問問你 其實你覺得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 最後會是怎樣收拾的方法呢? 現在看到好像是因為死傷人數已經越來越多 甚至乎網絡上又會有一些就是 有人是整個軍隊 整個以二十多人為首的一個團隊都被人滅了 這些可以說是血海深仇 究竟要搞到怎樣才可以收拾呢? 甚至乎我自己今天看的新聞 是看到原來打完烏克蘭之後 好像還說想入抽波蘭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好像大家所想的 那麼容易就演變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我想現在網絡上很多信息都是不準確的 我始終都是說請大家去留意著 我們自己祖國駐烏克蘭大事館的信息 中國外交部發送出來的信息 以至到聯合國的信息 我自己看 我會覺得 今次這個 俄烏的情況 會很快結束 最重要的關鍵是來自 大約二十個小時之前 就是中俄兩國的領導人通過電話 而我們祖國習近平主席呢 就表態就是用一個比較大國 一個負責人大國的態度 他說在這件事情 是尊重整個歷史事實 也都理解俄羅斯領導人 怎麼可以這樣做的方式 和非常之願意擔當一個角色去推動 俄烏之間去達成友好的協議 我自己去看就是 相信在兩個星期之內 會有一些曙光出現之外 聯合國會更加被推上前台 就是被中俄兩個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國 兩個 因為有五個 另外那三個就是美國 英國和法國 那麼中俄作為這個安全理事會的 兩個常務理事國呢 就會趁著這個機會 重新將聯合國作為全球唯一主導世界標準 和解決紛爭的一個機制呢 那個能力重新回復它 但是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有個國家叫做美國 可以為了一瓶假的洗衣粉 發動那個毀滅別人國家的行動 記得嗎? 記得 記得 如果真的這麼大殺傷力 就不會這樣握在手了 是啊 最主要就是聯合國安理會 曾經否決過美國出兵的 但是美國借了龍耳鎮的耳 照去打 而當時美國拘捕哪兩個人進去呢? 英國和澳洲 到今時今日我們聽到 英國當年的最高領導人 已經說當時是錯的了 對不起 但是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們聽不到小布殊 就是當年的美國總統 甚至澳洲當時的領導人 都沒有出來說過一句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其實是不用錢的 是不是? 先不要說死傷無數 滅了別人的國家 但是呢 那段時間開始大家都會看到 咦?究竟聯合國 是不是名存實亡呢? 沒錯的 過去那段時間 沒有一個有負責任的大國 有經濟能力 有軍事能力 有國際影響力 這三力齊全 來去對美國說不 所以呢 美國呢 就牙文牙武這麼多年 但是今時今日呢 全世界只有我們祖國 中國 有三力齊全 為什麼俄羅斯不行呢? 因為俄羅斯始終已經被美國 構成或者是營造了一個很壞的印象 那你可能會問 或者網友會問 中國都不是很好 被人抹黑了這麼多年 一直都是抹黑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 中國三力齊全呢? 事實上是 無論世界各國 以至西方的媒體 怎樣在裂造事實都好 始終事實是勝於紅便的 最終在每一次被抹黑的期間 都有一些事實浮現了出來 都有人願意為中國講好話 而講好話那些呢 都是一些所謂 我們講的發展中國家 或者落後國家 那為什麼那些國家願意出來講呢? 很簡單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一段時間以來都說 中國在新疆做種族滅絕 對這個宗教這樣那樣 但是大家看另一個事實 就是全世界 所有穆斯林的國家 沒有一個走出來指責中國的 事實是什麼? 這個問題是很清晰的 是不是? 但是反過來 這次 美國去造謠 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雖然俄羅斯說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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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人相信? 還有呢 那個氛圍 整體 大概氣氛 只有中國在那裡說 要尊重歷史事實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這次 俄羅斯的領導人 直接跟中國領導人通電話 是昨天的事 而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呢 就找了一個很穩重的 如果沒有記錯他姓康的 出來報導這段新聞 而且即時報導的時候呢 是有英文字幕出來的 很明顯 是要傳遞一個信息給全世界 就是說 中國現在正是發揮一個負責任大國 那種角色 所以在這次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中國要推動自己的力量 和一直 中國強調要用聯合國 作為唯一解決國際紛爭的機制 所以呢 我有理由相信 中國會利用聯合國這個機制 作為調停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紛爭 而中國願意扮演一個協調人的角色 但是協調的場地就會有聯合國 用聯合國這個機制呢 可以除了推動這件事情之外 也都可以借力打力 回應回阿根廷曾經在聯合國 提議叫英國尊重聯合國 1945年的決議 就是反殖文化 要英國放棄 不要再擁有 馬爾維納斯群島 英國口中的福克蘭群島 等下時間 請仔 我想拆開一點去說 因為剛才在趙教授 你一直說的時候 其實我也找了其他新的資料 都是關於聯合國 因為昨天我們才說完 就是華春瑩小姐 如何面對外國記者的問題 陷阱 如何避開入侵這些字眼 然後剛才趙教授又說到 現在的聯合國 基本上是由美國主導為首 即是美國叫聯合國做什麼 聯合國就會去做什麼 又或者是聯合國打算去制止美國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它就可以選擇性地去失衝 我剛剛看到的資料就是 聯合國打算去譴責 即是去譴責俄羅斯的議案 唯獨是只有三個國家 在這個議案中投氣權票 有一個國家投反對票 至於這四個國家以外 是全部國家都是投贊成的 還有那些投氣權的國家 很值得我們探討一下 所以都想特意在這裏拿出來探討 因為俄羅斯都是聯合國的一部分 它當然自己一定是會反對 譴責自己這件事 這個很合理 不需要再強加討論 但棄權票那裏 包括有中國 印度 和阿聯酋 這件事 其實算不算是美國 原本是想著 藉著聯合國的這個舞台 再次去把中國放上台 那又是逼他去選擇究竟 你能否譴責俄羅斯 你會不會覺得俄羅斯是入侵 又算不算是 美國一種玩弄輿論的手段 看你站在哪個角度看 如果你站在美國那邊 西方的媒體立場來說 就會這樣看 但是如果站在大家承認歷史事實 俄羅斯這次為什麼會這樣做 以至到承認一個國家的主權 和歷史淵源的背景等等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俄羅斯這次的官宣 正式告訴世界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 是說得很清晰地說 我們上一段影片也說了 昨天那段影片也提過 就是說 過去一直以來 當前蘇聯解組之後 其實北約就已經答應了 不會向東面推進 去逼近俄羅斯的國境 但是後來出現的就是 有五個脫離了前蘇聯的 加盟共和國的小國 紛紛成為北約的成員 我們也講過也提過 就是俄羅斯的領導人 曾經向北約表示 想加入成為北約 但是被拒絕的原因 就是你和我們不合的 這個仍然都是坊間的傳言 但是中國去棄權 印度棄權 以至到阿聯酋棄權等等 就是那三個棄權的 有他們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問我 他們為什麼棄權呢 每一個國家 他們都有自己棄權的理由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些國家 無論我們認識它也好 不認識它也好 他們一定有自己 作為一個國家做事的原則 也都是聯合國 可以一直運作這麼多年 即使有大約二、三十年 是被美國欺凌 用美國的標準 凌駕於聯合國的標準 但是始終 聯合國都仍然是一個 可以在大範圍之內 引導世界走向和平的一個機制 也都因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今次俄羅斯的領導人 和中國的領導人通電話 而整個新聞報道 中國就是將它附上英文的字幕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告訴五眼聯盟 其中包括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 要他們清晰地知道 當前中國是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作為一個大國 中國絕對不是他們西方國家指責中國 沒有負擔起大國的責任 其中一個指責中國的就是英國的外交部部長 因為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他說的就是這些國家都沒有資格 對中國指這些點點 原因他們自己本身其身不正 怎麼可以去指中國的不是 何況中國一直是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 要同時告訴他們 中國是唯一 在聯合國安理會裏面 五個常務理事國裏面 唯一一個國家 自己的國家的角度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 因為台灣地區一直被利用作為 去抽中國後腿的期子 等下時間你才能整理 其實我又覺得 剛才我們也討論過 其實聯合國一直以來都是反對 反殖民地這件事 但是很明顯英國是無時無刻都在做這件事 直到現在還想拿回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意 因為當中有很多的戰略價值 也是之前說過 但是又不見聯合國會去譴責英國 亦都不多覺 聯合國會主動請英 去叫他歸還土地 去還那個島去給阿根廷 那是不是真的 直到現在這一刻還是美國話事 就算他手下的Lang 怎樣為非作打 怎樣在這裡鬧事也好 都不會受到譴責 但是相反 俄羅斯這件事 他被人譴責是說 極快就提出這個議案 然後極快又去投票 然後又好像在逼中國做一個表態 是不是現在聯合國的情況 是這麼不公平 自己人就免許他周圍去掠奪別人的土地 但是別人的話 動毛都要全世界去指責他 聯合國有197個國家 如果那個記憶力沒有錯 所以說 聯合國通常在這種情況 說要放棄殖民地 很多時候 向來向一個互相去商討探討 在和平解決的方式之下做出來的 而當年英國去和阿根廷爭馬爾威納斯坪島 或者我們簡單的說馬島 當時仍然是一種霸凌的手段 但是我們曾經說過 就是說東面西面 從東面來講 就是一定要交給阿根廷等等 但是大家看回這個馬島的位置 我們都曾經說過 那個是進入南極的一個煙喉地帶來的 在軍事上面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地圖在自己面前 你會看到過了馬島之後 就進入這個南極圈的位置 那麼南極圈大約 你還有一個大的圓圈 就是你當一個圓規 或者一個圓的蛋糕 這個蛋糕就分了四份 南極那部份 在馬島各方向去那部份的四份一 英國就說 那裡是它的管轄地方 在這塊蛋糕的對面 就是我們分成四件 平均分四件先 就是容易去解釋 這個蛋糕正前方對面 另一邊就是澳洲 澳洲同樣在它的塔斯馬尼亞的島 就是塔島 再向南走的時候 就去南極了 那個四份一蛋糕那部份 澳洲又說那裡是它的地方 澳洲霸那裡 霸佔出來的不一定是屬於澳洲 在馬島對上 就是向南走也是 就是南極那四份一蛋糕 又是英國霸回來的 你要想像一下 無論對英國 對澳洲來說 要它放棄這些地方 是不是很難 當然是難 因為它有幾大的面積 那四份之一的蛋糕的南極 是現在英倫三到多少倍 是不是 同樣的道理對澳洲來說 所以呢 要世界真正實踐 沒有殖民化是難的 除了澳洲 或者我們說 除了英國先 因為馬島的問題 我們還有其他幾個國家 包括法國 法國在我們曾經也提過的 就是在南太平洋 的法屬波里尼西亞 法屬波里尼西亞大家可能不熟 但是大家也有可能聽過一個地方 是旅遊勝地 叫做大溪地 大溪地是一個旅遊勝地 那屬於南太平洋 靠近南美洲 其實是屬於法國的屬土 然後法國一直控制著那個地方 也是法國的殖民地 就是所謂屬地 而同時呢 大溪地那個旅遊的那個位置 以至到那個吸引力 和這個馬爾代夫 和這個譚香山 這個應該是什麼 在美國去到那個 我忘記了那個很出名的地方 也是一個旅遊勝地 是不是 應該叫做夏威夷 現在記起來了 夏威夷、大溪地和馬爾代夫 都是同一個黨制的旅遊 所以你會看到 殖民地 或者殖民屬地 對一些曾經是很強的國家 例如英國 例如法國 都有很大的經濟的價值 更加不要說是軍事價值 所以現在中國一直在推動著 負責任大國的角色 去推動什麼呢 就是說南極應該是一個科研 世界各國科研 一起去做科研的一個地點 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大家一起去做事 這一招是高招來的 為什麼呢 當南極是真是一個 清清楚楚的一個科研的基地的時候 馬爾代夫 是不是對英國來說 那個經濟價值 或者軍事價值 是不是沒有了 或者起碼軍事價值損失了 對澳洲來說 同樣是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更加願意 用一個比較 我們現在受到尊重 我們不應該再去搞殖民地了 其實中國是在推動著這件事情 也都慢慢 我們會看到 聯合國會隨著中國的推動 回復它的生氣 回復它應該有的能力 所以也都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有理由相信 今次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個情況 這個所謂和談 最高層的和談 就會在中國幫助之下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俄羅斯提出要在白俄羅斯 明斯克裏面舉行會談 但是最終解決問題 以至到解決問題之後 簽訂的和約 就會存放在聯合國 在中國相關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協議檔案室裡 換句話說 最終將那個成績歸回給聯合國 也都是中國所推動的方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是不是在做一個示範給全世界看 就說 我做事是這樣做的 絕對不是 好像某一些國家做一些下作的事情 就是說 不見得光的事情 等一下時間 其實我又想說一下 現在中國不停地去推動 這麼多國際間的事務 甚至現在俄羅斯、烏克蘭 都被國際看到 中國的取態 與很多和美國為首的 一眾一眾的流民惡邦的 這班國家是有點不同的 其實會不會就是 會開始有不少的國家 視中國成為一個威脅呢? 因為國家之間 沒有永遠的朋友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變得無比那麼巨大 甚至乎 你成為世界的一哥的話 究竟那些人會不會 想趁著你還沒抬頭出來之前 就立刻把你按下你呢? 因為他們原本跟著他們的大哥 正常沒有人想自己的大哥壞 對嗎? 又很難是說無故 這個大哥這段時間很厲害就跟著他 因為國際間的大家的邦交 應該都不會那麼兒戲 所以最直接的做法就是 會不會未來還會有很多的方式 有很多的事去搞中國 去令到中國 例如說在外交上難堪 在經濟上被人掌警就命 會不會有這些方式呢? 又或者利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會不會想辦法禍水東引 想拉中國下水 順便可以動用一些中國的資金、資源 甚至乎令到中國的 不管是甚麼樓市場也好 股票市場也好 總之就是要令到人心動蕩 又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呢? 這種情況幾時都會有的 因為老實說 美國這麼多年以來 稱霸 以至到嘻嘻罷罷等等 都去了一段時間 但這次也正正因為是 俄烏事件裏面 大家會看到今時今日 事件已經發生了幾天 北約所有國家袖手旁觀 是吧? 歐盟也袖手旁觀 美國正式表態甚至無憐 所以他也覺得 他們可以去周邊的歐洲國家 而且也要記得 比如說英國已經急不及待 跑出來說歡迎這個 烏克蘭的難民 他說歡迎烏克蘭的難民 下面那句不說就是有錢的難民 因為等於英國去搞中國 利用香港這個棋子 當年做BNO出來 其實目標就是要找一些有能力 有錢 要不就有錢 要不就有才能的香港人 移民去英國 例如一些一些護盟 對 沒錯 但問題就是這個魚以旋盤打得響 因為有自己的客觀因素 剛才同一個道理 沒錯 他們可以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去搞中國 問題就是效果如何呢 比如說特朗普去搞中國的貿易戰 最後搞到自己 貿易情況中國仍然是節節上升的 但是對美國的順差仍然是高的 這個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在香港被英國殖民 所以我相信連幾多分之幾都不需要計算下去 因為大部分都是正常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會看事實去分析 不一定聽了你這樣說就一定會去的 所以也因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國雖然去造謠說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但是俄羅斯沒有這樣做到 直到烏克蘭在2月19日 自己主動去炮轟它自己東部 那些分離分子才引發這次的事情 而也都因為是這樣的時候 美國以至西方國家 一直都在抹黑中國的 以至到當時也都在說 因為這次烏克蘭事件 中國會誠勢去武統台灣的 我亦都在這裡和鄭姐你分享過 我信念是不會的 因為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去提醒 那個心理戰術 是啊 換句話說 根本大部分的台灣同胞是不相信這回事的 會覺得 其實是有一小撮人在做春秋大夢 還未發醒夢 有個別人可能已經醒了 但很害怕而已 其實這次都看得出 所謂英國 美國 根本就是打嘴炮 特別是我這段時間 我就上去那些 比較黃的論壇 看到他們一來 談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局勢之餘 其實很多人都突然醒了 就是蓋炭 就是說 唉 原來人家是直接開窗 都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更何況 19年的香港 他們還在拿著人家之旗 在搖旗立喊 其實是 說的是 不單止醜 是肉酸肉酸到傻 人家看你 真是當你是一個 我不想說到肉酸 總之就是當他們是一個小丑 去看 人家連烏克蘭這個狀況去到這樣 還是靈派兵 純粹說 打黃藍色的建築物 就說支持 近何況 19年 還說籌錢 那班人 是完全是得嘴笑的 還有那些藉著 打國際線之明 飛去外國那些 現在對於烏克蘭那些事 基本上都是事而不見 或者用來抽水 又繼續叫人捐錢給自己 所以整件事是看得出 很滑稽的 連香港那班 19年有份出來搞事的那班人 他們自己都在慨嘆 其實很難怪那班 香港人就是19年開始被人欺騙的 即那班年輕人 但是台灣那班人 是從小到大已經被人欺騙了 好像大概兩代人 覺得美國會照顧他們 但現在全部都已經撥開了 那些迷目看得一清二楚 19年的香港 沒有引起任何的國際衝突 最多都是說那些 不讓你用銀行戶口 那些個別人士的制裁 接著去到現在 烏克蘭 我真的很想看看 究竟台灣人心裡 在想什麼 就算你再開再多的會 你叫蔡當老闆 再說多少的東西 沒有用 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別人的畫面都變成這樣 原來還在靜坐 愛怨和平 穿透坦克 真的沒有意思 是啊 掌仔 我又記得一個 很多年前一直流傳的兒童語言 也可以說 現在看回烏克蘭的情況 北約放棄了它 美國說一定不會出兵 這個故事是說 很容易地說 有一群老鼠 就在討論 唉 這一段 被一隻大貓嚇死了 那你有什麼辦法 原來那隻老鼠說 唉 我有 我們掛個鈴鐺 在貓的頸裡 它一出來我們就知道了 接著說好就好就好 那誰去掛 沒有一隻老鼠肯制 現在當前這隻大貓 原來除了大貓之外 還有一隻大老虎在旁邊 一個就是中國 一個是俄羅斯 一個是俄羅斯 為什麼他們這次不敢出兵 不敢去做呢 其實都是我們日前說的 子哥和衛武 中國和俄羅斯都有核武 烏克蘭現在自己在這兒 慎笨呢 就是說當年自己 銷毀了核武 是 就崇尚所謂西方的自由民主 就是迷信了 但是很清晰地 大國 如俄羅斯和中國 小的國家小到好像北韓 伊朗 他們 一個有飛彈 一個有核武 在某個情況來講 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都在猜測 北韓可能都已經有核武 所以不敢碰它 這次是很清晰的 就是說 整體來講 即使是俄羅斯這樣做法 西方 除了只有聲音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我們會覺得 在這個情況下 也順便帶出一個問題 其實是兩個問題 就記得 英國 澳洲 和美國簽了 叫AUKUS 軍事聯盟 後來加上 印度和日本 就所謂 在南半球的小北約 用來針對中國 但是用剛才 老鼠想掛鑲鑲 那隻貓 旁邊還有一隻老虎 那種情況之下 沒有一隻老鼠會掛到鑲鑲上去 換句話說 AUKUS 是只有樣子 沒有用的 但是問題是說 中國會不會這樣去武統台灣 不會 因為我都講過 是一個心理 但是我們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說 中國威脅論 現在沒有市場 但是中國人威脅論 暫時來講 開始有市場了 抹黑中國 抹黑不了 但是 就會令到 在僑居世界各地的華人 他們首當其衝 無論這些華人本身 他是親美也好 親英也好 親加拿大也好 當他們走出街都是華人一個 所以當西方國家能夠營造了一個 中國人威脅論的時候 所有黃面孔 他樣子像華人的人 或者是當地的居民 都會成為受害人的可能 但是 也因為是這樣的時候 我看回今年一月下旬 英國的情報部門 中情五局 宣布當地一個非常之知名的華人律師團體的負責人 一位姓李的女士 就說他是中國的間諜 但是呢 其實 如果大家翻查紀錄 會看到這位女士 過去這麼多年 一直是推動 英國的華人精英 參與 進去下議院 代表華裔 在當地爭取權益 而這些精英本身呢 他們如果不是牛津 就是劍橋畢業的真是很厲害的學霸 如果用回現在我們的術語 但是他們也是專業人士來的 但是英國人這次一做的時候 一打壓 說這個律師本身 就是代表中國 其實他是間諜來的 然後整個 我看到的 感覺到的 就是說 整個英國社會裏面 沒有一些華人的聲音 比較強一點出來 跟英國政府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有沒有捉錯用神 還是說為什麼你要針對他 你有沒有證據啊 是沒有證據啊 甚至沒有 他們認為呢 現在英國的法律本身 未能夠足以立案去對付這個律師 但問題就是說 這個人本身 他在英國所有的專業 以至於謀生的本能呢 就是因為這次呢 毀豬一彈的 大家想像這種情況 可以落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所以也都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針對不了中國 去針對中國的人的時候呢 你會更加看到 就是這次 在俄乎 這個 衝突裡面 我們看到中國 國旗的作用 記得嗎 記得嗎 我們就說 這次幾乎 那些中國人一直被 就是他們覺得 原來祖國是這麼偉大 包括台灣 調居在當地的一些台灣居民 他發覺 原來自己雖然是 我看到一個 網紅在那裡說 說什麼呢 就是 雖然我們是不孝子 但是這個媽媽 中國呢 是這麼照顧我們 其實 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呢 我會看到 是這種情況 只有一個強大的中國 你才會有這樣的感覺 等一下時間 你先請 那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趙教授還有沒有其他 其他東西想補充呢 暫時沒有 我希望大家可以廣傳出去 還有呢 希望世界各地的華人朋友 還有華裔海外華人呢 真真正願團結起來 就是說 他們怎樣去應對當前 已經出現了的危機 當然啦 也都相信 我們的祖國 會站在正義的立場 去保護每一個海外華人 當然 也都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自己要爭氣 在當地的社會裡面 不斷去發聲 也要多謝大家 網友的支持 暫時和各位 說再見 好 各位觀眾 我們下集再見 相信很快 因為這一段時間的 國際形勢信息萬變 一旦有什麼再新的事 我都會馬上找趙教授 一起加班再做節目 再分享一些不同的信息給大家 好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